三天的假休掉了 现在去上班了 有点风大 但是不能热的 冬天的时候走这条路又冷 然后又远感觉 现在的话风景好看 之前这条路上光秃秃的 现在是郁郁冲冲 回家了 今天老公和闺女来接我下班的 天气可好了 到家了 今天要做汉堡 这个肉 星期六买的 然后这个给它肉泥嘛 放一点这个 黑胡椒 我喜欢把它这个 这个洋葱给炒熟了 更散发它的香味 因为我老公他必须要吃 弄过的就是不能吃生的 生的之后他会渴 就是有一点洋葱过敏吧 现在开始把这个洋葱 洋葱圈煎出来 看我家这个月季 开了好几朵了 看 这个开的就全部要开了 汉堡好了 早上可以吃了 哎呦 饿死我了 今天起的有点早 咸的没吃 好贵的是它没有蔬菜都没有 你放一点这个 他不吃这个芝麻菜 有生菜也好 有生菜吗 我不知道 好不好吃 嗯 现在我发现了 只要想吃汉堡就自己在家做 又滑散 又快 又健康 是不是 今天还有 还有薯条呢 空气炸锅炸了 大家看到 我闺女不单单喜欢吃奶油 她还喜欢吃番茄酱 现在还剩下的半个 我哥我闺女腌一半切的 有的吗 你几个这玩意 你人还要来回动呢 这手动呗 饭也吃好了 现在就开始呦 你还不怕人吗 想干什么 她在扫蚯蚓 她躲呢 躲啥 到我这来 她会不会到我这来 不来 我开始浇水了 你们家里头都是谁浇水呢 我们家都是几乎我浇 大家看我这个玫瑰啊 她刚开的时候呢颜色比较深 深橘黄色的 然后开着开着就变成淡粉色的 看到没 这个玫瑰好看是挺好看 就是她的花瓣太少了 然后她停留的时间也比较少 这个月季也是 我喜欢那种大红色的 我这边这个是深红色的 有点黑了那种不好看 买的时候看那个图片可好了 不过也就几块钱 这个要将近20块钱 这个也要20多 这是我老公发小送的 这是我婆婆送的 之前很矮的长在盆里头的 我一开始就是以为那种小的那种玫瑰 长的小盆里头那种玫瑰 只能放在屋里头呢 我都不知道可以放在外头长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玫瑰可以种到外头的 后来都被我种到外面来了 家里头不养玫瑰了 养不活 马上这个花才就开起来了 全部都是 一下雨更完蛋 种啊那个花瓣里头吸水啊 浇水真的是挺那个的 管用的 你看我家这个 这个花开了又开始好看起来了 这个要过了 它要结种子了 还有我家的这个花它也过了 就生交不及多了 之前买的时候这一盆可漂亮了 天也黑了 露灯都起来了 月亮也出来了 这个天啊 白天很热 但是它有风 晚上冷得不得了 照常外头 我感觉现在在外头动手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了 祝大家晚安吧 咱们明天见